中文字幕志愿者 他多力氣啊 他多力氣啊 所以他比較高高一點 然後他自衛生不倒是 我們就不來講 我們就不來講 你來講 我們來認識趣 你們講一講他現在不改識趣 當事人現在不改識趣 當事人現在不改識趣 他們現在一直都很好 很難人家都改好了 很難人家都改好了 當事人 當事人如果 不適序都不會接電話 沒有接電話 哪一位當事人不會 哪一位都講好 好現在請安靜維持會場 持續 另外一位說 你有打電話給當事人去的醫院有還是沒有 我想請教一下 剛才你們總召說 當事人都同意了 是誰 誰透過非正式管道跟當事人聯絡的 這邊在港栽贓 我們現在剛剛是修協還沒正式開始 請坐下請坐下 現在是協商嗎 林委說說 你有打電話確認當事人意願了 現在我們來檔 沒有什麼事情可以這樣講 連來聯絡 國安部也聯絡 我們要視訊 那是機器沒問題 當事人有沒有聯絡 當事人當然是由國安部聯絡 那他如果不接受私訊 都不會接電話 那要怎麼視訊 所以原來下車 你們現在這樣弄誰敢接啊 誰敢接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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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都是國安部長的下屬 下屬現在敢接電話嗎 那上次視訊再講真話 現在要怎麼下去 誰敢接啊 那現在要怎麼下去 誰敢接啊 你長官在這邊 他們要想真話 誰敢想真話 好請各位委員 請各位委員安靜好不好 這是國會啊 全程錄影看到大家這樣子不好 你讓我 你讓主席來主持 請大家讓主席來主持 謝謝各位委員 剛剛進行程序的一些建議 那本席要跟大家來報告 在事情發生之後 這兩天國防部的報告 在電視媒體 大家都看到 到底真相在哪裡 真相只有當事人知道 才會有今天的視訊 那本席是本週的 職任的 輪值的一個招委 所以本來在禮拜一 就要來排專報 在排專報 但是國防部 準備不及 還沒調查清楚 很多爭議的地方未來釐清 所以我們給他了這麼多的時間 就是希望 調查清楚 事實真相的原委 可以如實的 跟國人跟大家來報告 所以才希望有當事人 今天本席是發的會議通知 這個會議通知 你是國防部屬下的海軍 你就必須要來參加會議 我也請教了我們的疾管中心 我們的疫情中心 通通都說可以用手機來視訊 不要架設機器 會影響這個防疫 所以我們也要遵照 疫情中心的指示 但是今天 我們疾管署的州署長 也特別在這個地方 我們是不是要請我們的州署長 能夠事先上台為我們說明 我們的會議通知 會在受限 在這第11條裡面嗎 主席及各位委員 傳染病防治法第11條 主要是要來保障 這些的傳染病的病人 醫事人員還有接受這些治療 隔離者他的一些的人格的權益 那當然了 他裡頭也規定就是說 我們當然除了不能給他歧視之外 那特別在第二項 那有規定一個 非經前項之人同意 不得對其錄音、錄影或攝影 這個物件傳染病防治法第11條 是這麼規範的 所以說 我們的結論是 我們的結論是 還是應該要回歸到第11條的規定 那除非獲得他的同意的時候 那我們是這部分 還是應該 不要對他錄音、錄影或攝影 這是基於法律 第一個是法律規定 第二個 我們覺得說 在這種情形之下 社會壓力那麼的情形之下 這樣子對他的身心是不是真的好 我們會比較關心的一個地方 好,謝謝周署長 各位委員 各位媒體 今天 我們議事處 已經把這個 視訊的設備都架設好了 我們都事前的溝通 國防部都溝通了 如果沒有溝通 如果沒有同意 今天的視訊 這個設備 就不會架設 但是 我們不曉得 等會當事人 會不會來同意 我們 國防部 我們的軍人 都是服從命令的 接下來 我們就看 當事人 會不會同意 我呼籲 當事人 保障他的權益 所以我們現在 就繼續來進行 我們的會議 我們現在 今天 本次會議 我們邀請 國防部長 衛生福利部 外交部的報告 針對磐石軍艦 染疫案 及後續相關的防疫處理 並被執行 現在請 嚴部長 上台報告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 大家好 今天 議委員會邀請 就磐石軍艦 染疫案 以及後續相關的防疫處置 實施專案報告 首先 本人要在此鄭重的 代表國防部 對本次 頓目遠航染疫的官兵 還有隔離的官兵 跟學生 還有家屬 造成社會不安 再次的至上 最深的歉意 東目遠航訓練 主要的目的跟必要性 是在使海軍官校 跟政戰學院海軍組 應屆的畢業生 將學校所學的理論 跟艦艇實務 能夠密切的結合 並且完成合格簽證 為取等畢業 擔任出任軍官的 重要銜接訓練 也是提升艦隊 對沿海戰力 反制中共 沿海長航軍事威懾 的年度重要戰備演訓 同時 藉由遠航訓練 來達成 宣揚國威 宣衛僑胞 東目邦誼的目的 東目任務 是從民國四十二年開始 迄今 都具有良好的成效 對於本次頓目艦隊 反國後 造成人員染疫 以及被受社會大眾的關切 質疑 本部已變成專案調查小組 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全班的指導之下 我們秉持負責任 不隱瞞誠實的態度 針對任務執行全程的各項防禦作為 實施嚴格的審視跟檢討 我想後續接續由海軍司令部副司令梅家樹中將 針對磐石軍艦染疫 以及後續相關的防禦作為 向各位委員實施專案報告 敬請指教 謝謝 主席各位委員先進 我是海軍副司令梅家樹 以下僅就磐石軍艦染疫案 及後續相關防禦處置 提出報告 敦目遠航訓練為國軍年度重要的施政工作 此項戰備演訓主要的目的 在此海軍官校與政戰學院的應屆畢業生 能將學校所學的理論 與艦艇的實務密切的結合 並完成合格簽證 為取等畢業擔任出任軍官的重要前接訓練 意味提升艦隊耐航與遠距離作戰能力 同時肩負宣揚國威 敦目邦誼及宣偉僑胞之目的 敦目的任務 自民國42年起就開始實施 均能達到訓練的效果 此次因應新冠肺炎的疫情 支隊啟航前經過相關的規劃 完成各項的整備 同時密切掌握中央流行 疫情指揮中心公佈之國際疫情狀況 並遵國防部兩項明確的指導 敦訪國如果有確診的案例 我們即取消該國敦訪的任務 第二個就是支隊官兵如果有發燒的這個案例 即取消遠訓任務返國 第二項報告支隊的相關的防疫的作為 本次敦目支隊原規劃敦訪、帛琉等4地 航程約8千余海里 考量國際疫情狀況及預定參訪地 已經有確診的案例 經過綜合評估後 支隊僅訪問帛琉共和國已遞 航行天數由44天縮減至37天 航程亦減至7千余海里 支隊在駁港階段的時候 依國防部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應變實施計畫 及防疫會議指財事事項 及海軍司令部之實施計畫 支隊於2月13日 撤班了該支隊的應變實施做法 裡面規範了相關的照護動線 區隔修養倉間的規劃 及流感疫苗的施打 專案的體檢 各項傳染病危害宣導 及最新的疫情預防等各項措施 並至3月20日完成支隊納邊人力的陸續報導 開始實施自我健康管理 3月2日起 支隊全體的人員要求佩戴口罩 並實施剃口管制 同時每日量測體溫三次 換氣作業及消毒兩次 餐廳預測備變酒精及洗手乳 並採分批用餐的相關措施 以降低感染風險 因應任務所需 防疫的物資整備 既有口罩34,000餘個 可滿足任務的天數是45天 客流感 一般及嚴重肺炎的抗生素 上呼吸道症狀用藥品 並備變了600套隔離衣 總共8類7萬餘艦 109年頓目遠航訓練計畫 最後由海軍司令部 乘報國防部 由國防部核定後 依計畫執行 航行期間 即3月5日至3月12日 3月5日上午 支隊至左營起航使 帛琉共和國 航行期間依規劃的課程 執行整合性的操演與訓練 每日量測體溫三次 艙間換氣作業及消毒兩次 亦要求佩戴口罩 分批分食用餐 及加強官兵的體能訓練 支隊於抵達 帛琉共和國前3日 參考海軍軍隊作戰中心 每日勤船有關亞洲、大洋洲各國的疫情等級 及確診人數資訊快 並與助管人員聯繫詢問 確認當時帛琉共和國 並無確診病例 是開始執行靠博敦訪的任務 支隊靠博敦訪 帛琉共和國的時間是3月12日至15日 3月12日支隊底帛琉 康定艦靠博碼頭 岳飛及磐石兩艦是採毛帛的方式 在訪問前並配合帛琉的檢疫政策 包括填寫入境他國健康聲明書 也同樣地由帛琉官方所派遣的人員 實施全體體溫量測 靠博期間因考量疫情的影響 取消當地民眾的艦艦參訪 僅於碼頭舉行歡迎式 拜會了總統 支隊也執行軍威表演 海與地方實施友誼籃球賽 並且在與大使館舉行聯合升級典禮等官司的活動 敦訪的行程也採分批分地及團進團出的方式 實施參訪 令考量當地未有確診的案例 除上述官司拜會及戶外體育表演活動 未戴口罩外 於全城均要求官兵佩戴口罩 支隊於3月15日離開帛琉 4月19日靠博左營 在行行期間 我們依規劃執行整合性操演與訓練 每日量測體溫三次 倉間換氣作業及消毒兩次 持續要求官兵佩戴口罩健康管理 並採分批分食用餐及加強體能訓練 3月18日及27日分別依國內所獲國際疫情報告 因敦訪國後續的敦訪國有確診的案例 支隊取消兩地的訪問行程 依原計畫航線與海上實施編隊組合訓練 支隊於4月9日抵達左營 當時回報人員狀況均正常 因此我們巡力舉行歡迎儀式 以凝聚部隊向心及鼓舞官兵士氣 參加的人員全程佩戴口罩 並採檢員及拉大事外安全距離的方式 在碼頭辦理 4月9日及13日全體人員續留見隔離 持續每日量測體溫三次 倉間換氣及消毒兩次 另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指導 參照農委會漁業署 外籍漁工入境檢疫審查程序 自反國前一站離境應隔離30天 洗滿入境時身體無異狀使得離見 支隊反駁靠博期間 管制人員不得管制不得搭射踢口 實施人員並無法進出 直到4月14日上午 開始實施連檢小組登建實施路徑的檢疫 路徑檢疫的內容包括實施全員量測的體溫 審查個人填寫之路徑健康聲明 及14天體溫及健康狀況紀錄表等 以確認官兵身體狀況 14日下午 由海軍司令劉上將實施節訓典禮的預教 15日上午由國防部參謀本部參謀總長黃上將主持節訓典禮 會場均位於碼頭戶外的開闊空間通風良好之場地 隊形安排均以防疫規定保持距離一公尺以上 全程佩戴口罩 目前三艘任務艦官兵實施隔離檢疫 海軍以妥善調整相關的兵力運用規劃 不影響戰備任務的執行 接續報告缺失檢討 第一項缺失 防疫通報機制未落實 依指導計畫支隊於國外航行期間 各駐艦的衣官每日下午腰式動動時 應該匯報該艦就診的狀況 並回傳支隊醫療小組匯診 由醫療小組長綜合評估病情 並向支隊長報告 再回報艦隊作戰中心 磐石軍艦合計377元 其中我們經過病死的資料的調閱之後 其中有148元有在船上就診的紀錄 合計是226人次 在紀錄中發現發燒的個案總共有5元 在返國之後到了檢疫所實施篩檢 雖然為陰性 這5元雖然為陰性 但是後來抗體的採檢為陽性 這個在疫情所謂中心也曾經發布過 在其他的148元中間 最後經過檢疫所的檢疫 其中還有13元確診 第二項為即時傳遞防疫動態資訊 衛福部疾管署於4月3日發布新冠肺炎的通報 新增秀衛覺異常等項目 國防部於6日持續的宣導 海軍司令部於7日另轉發布 防疫管管控指導給艦隊指揮部 其中也包含了咳嗽腹泻秀衛覺異常 可能譯為新冠病毒病徵等內容 為健職部4月9日 才以包裹式的軍網電子郵件傳送到支隊 行情途中因隨健的衣官 未接獲衛福部4月3日 所發布之最新疫情的症候資訊 自未察覺上司秀衛覺 譯為新冠肺炎之臨床症候 4月9日獲得新增肺炎通報定義後 亦未能回溯追蹤 見上曾經上司秀衛覺症狀的人員 自造生此憾事 第三點 聯檢疫調欠嚴謹 海軍檢疫的過程 雖參照疾管署現行的作為領定 為未將掌握之最新關鍵病徵疫情資訊 即秀衛覺異常 列入個人填寫之入境健康聲明的勾選項目 疫調作業的程序是有待加強 第四點 事前防護措施規劃不足 艦隊指揮部為因應武漢肺炎及流感防疫 雖定有單位及個人防範措施 但均謹細針對境內防範的措施 而為針對執行遠航任務期間 於行前訂定應遵行之防疫措施 與相關標準作業程序 至敦目艦隊即將反抵左營前 並沒有適用的檢疫程序、路徑條件 這些都不明確 而不得不以比照其他部會之規定辦理 協有事前規劃部組織缺失 上訴的缺失 金光國防部已完成相關的初步調查確認 敦目支隊在行前執行任務的期間 以及休假前的聯合檢疫工作 均未落實風險管理 導致未能捍衛各道防疫的關口 引發社會的指責 嚴重的灼傷國軍的形象 4 後續的防疫處理 第一項 成立應變中心 4月18日支隊官兵發生確診的病例之後 海軍集尊國防部指導 同步成立應變中心 指導處置作為如何 第一點 以休假的官兵返家的人員在家待命 要求不得搭乘任何大眾交通工具 並與家屬保持距離佩戴口罩 相關的資訊一律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布 第三點 調查個人的接觸時 第四 三艘任務艦與碼頭周圍的環境實施全面消毒 第五 要求全軍佩戴口罩 第六 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的指導 完成檢疫隔離所人員的安置分配 及後續集結點與接駁人員的規劃 第二點 完成人員運輸計畫 在人員運輸計畫 檢派專車將支隊717元 在此做一個補充 因為我們還要維持見頂的一個妥善 所以各艦還保留九位 這九位都已經完成採檢均為陰性 也在船上做好相關的一個分艙的這樣子的規劃 那同時我們在七處的檢疫所隔離 並管制完成了採檢 未能照顧官兵還有盡力好良好的聯繫 我們另外偵派了七名上校至各檢疫所 配合應變中心協處 集結地點選用的說明 第一 我們希望以最短的時間最少的集結人數 迅速完成集合 以節省官兵在外接觸的範圍 第二點 集合地點以場地空曠通風良好 及地標明顯易於辨識不亦混淆之地點 然因當時有時間的壓力 必須於最短時間內即將同人召回 因此在任務規劃並未完全的周延 事先為與相關的單位溝通協調 在此集合點的規劃 卻已造成社會大眾的擔憂與困擾 海軍在此表達歉意 第三點 實施營區內外全面消毒 本軍以訂定左營軍區與周邊環境消毒實施計畫 4月18號完成水星6號碼頭 及西一至西四碼頭大面積的消毒作業 19日完成支隊三艘艦的各艙間的消毒 以降低感染的風險 至四月二十至二十四日 由陸戰隊及陸軍劃兵連陸續完成左營地區 十七處營區內外的周圍環境的一個消毒作業 其使地區地區的官兵及附近的民眾安心 第四點 左營軍區除施工的工程外全面禁止會客 中國幫助指導至四月十八日起 暫停各營區一般會客作業 至於以遷奉全責長官核定之建案工程 落實要求施工的廠商能夠佩戴口罩 並填寫健康切結書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自我評估表 及體溫量測等各項防疫工作 令施工單位需指派專人全程陪同助導 第五點 檢疫隔離官兵及眷屬的照顧 本軍以令市杜牧支隊納編人員之上一級單位 編成關懷小組 針對進入檢疫所隔離之官兵弟兄及其眷屬 要求經常關懷慰問 提醒注意個人身體狀況 做好自主健康管理 同時提供眷屬協處專線電話 確實做好官兵及眷屬的照顧工作 第六點 精進風險管控作為 增進艦艇分艙分流作為 考量艦艇的特性 於防疫期間採分艙分隊分流分時等方式 將各部門各隊人員打破原建制 平均分配至各駐艙 避免感染影響艦艇應有戰力 各餐廳的用餐地點 座位將採梅花座的方式 間隔來做規劃 並標注位置點 確保用餐的安全距離 落實疫情資訊及時傳令機制 疫情資訊應及時傳令支隊 使各建的醫療人員 盡早掌握最新疫病的資訊 做出正確的判斷 使官兵獲得良好的照度 而後重大疫病的資訊 將納入作戰系統通報機制 避免淚案再生 強化醫官職業敏感度 醫官在接獲新興傳染病相關病徵 及通報重要資訊時 應納入醫療診斷或防疫常態作業 並回溯就診紀錄有無淚案 以有效防範傳染疾病爆發 造生群聚感染 確保全體人員安全 結語 本部執行都睦遠航訓練任務期間 未能做好防疫工作 造成人員感染新冠肺炎事件 造成國內防疫的缺口 引發社會關注 深感抱歉 艦隊三艘官兵實施隔離檢疫 我們目前以妥善相關的兵力的調整運用 不影響戰備的執行 後續海軍也將全力配合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及國防部專案小組的調查 謹速查明原因防止疫情擴大 確保國今整體戰力的完整 報告完畢 恭請各位委員知道 謝謝 我們現在先請國防部針對視訊的當事人去先行了解 現在請疾管署的州署長 好 又再 主席各位委員女士先生 今天大院第十屆第一會期 外交及國防委員會 一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也就是通稱武漢肺炎疫情的現況 國內接到直到昨天下午4點的時候 武漢肺炎相關的通報病例 已經達到 五萬六千四百零五例 其中四百二十五例確診 五萬兩千七百五十七例排除 其他的還在檢驗當中 確定的病例當中 五十五例是本土病例 三百四十三例為境外移入的病例 此外 督目遠訓支隊 有二十七億人確診 目前都在醫院隔離治療當中 二 疫情防治及相關經濟措施 本部針對磐石軍艦染疫案 及後續相關防疫處置 說明如下 一 掌握關艦官兵及學生名冊 並立即召回集中隔離 三艘軍艦官兵及學生總共744人 除確定病例及就醫者外 其中一名留至金門 及十四名留至澎湖之軍領 其餘人員都召回到七個集中檢疫所 進行集中隔離健康監測 同時也完成了檢體採驗 二 入住集中隔離場所期間 醫護人員每天會進行兩次健康狀況的評估 如果有疑似的症狀 立即後送就醫 二 落實確定病例疫情調查 並建立接觸者名單 衛生單位目前已經掌握27例 督目遠訓支隊確診個案之接觸者 總共349人 其中187人列為居家隔離對象 162人列為自主健康管理對象 在4月19日的時候 我們也針對艦艇人員 離艦後曾經接觸的人員 發送簡訊關懷的簡訊 提醒要注意自主健康管理 如果有不適的地方 那要撥打1922的專線尋求協助 三 加強居家隔離者的關懷追蹤作業 並以手機定位或視訊等方式 等智慧科技輔助的方式 來落實居家隔離的作業 那同時呢 各地方政府也啟動了居家隔離關懷服務中心 提供居家隔離的民眾 在隔離期間能夠獲得生活 心理以及就醫的支持 如果發現居家隔離者 會配合指揮中心的防治措施 擅自離開隔離的住所或指定的地點 那會有衛生單位橫著違規的情節 給予處分 那同時呢 也會執行強制的安置 三 結雨 本部以提前部署的概念 已經規劃了病變醫院 以及集中檢疫場所 那並且積極的推動各項的防疫作為 並且與國防部外交部 以及相關的部會攜手合作 希望能夠發揮最大的效能 將疫情的威脅降低到最低 以上報告 恭請知道 現在請外交部徐次長 呂招級委員 各位委員 政府各機關代表同仁 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早安 本人僅代表外交部應邀參加 今天的外交及國防委員會會議 就這次的會議主題 磐石軍艦燃疫案 及後續相關防疫處置提出報告 COVID-19 武漢肺炎於全球肆虐 疫情也為我舉國關注的焦點 我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今年4月18日公布的新增3確診病例 為我國海軍盤石艦實習及軍人 1日 也就是4月19日 再公布同艦21例確診 昨日 也就是4月21日 續有3確診病例 該艦參與我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109年敦目遠航訓練支隊 曾於本年3月12至15日 敦訪我太平洋友邦伯流共和國 本部就本案的說明及立場如下 第一部分 敦目支隊航前規劃 1.109年敦目遠航艦隊 遠航訓練支隊 敦目遠航訓練系海軍每年例行任務 本部巡立均配合海軍擬定的任務宗旨 目標及需求 提供相關的行政協助 並指示我派駐敦訪國的管處 協洽及辦理該支隊敦訪期間 補給交通及行程安排 藉以達鞏固邦儀 宣為僑胞之效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於上年7月 韓請我駐外管處 了解博流的相關資訊 以立規劃敦訪案 本部上年9月 將博流相關評估意見 韓副國防部海軍司令部後 該司令部於10月 韓請本部協洽博流政府 同意敦目支隊到訪 並於11月獲博流政府答覆同意 四後國防部海軍司令部陸續 韓請本部協辦敦訪相關行政事宜 包括支隊人員入境 協運物資 先遣小組 副帛流協商等 截至 敦目支隊於本年3月15日 完成敦訪帛流為止 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與本部及駐帛流大使館 均保持密切聯繫 一 為武漢肺炎疫情 下敦訪的相關評估 是由國防部相關單位 以專業考量做成決定 本部表示尊重 二 博國當時的疫情狀況 我國駐博流大使館 在支隊抵達前 持續應支隊所詢 提供所需的當地資訊 博國自國際疫情爆發以來 持續透過國境管制 防堵疫情傳入的風險 境內坦發生疑似案例 均轉請我國或關島 協助採驗 例如 博流國家醫院 曾於本年3月3日 收容隔離疑似病例移民 經送我國昆陽實驗室 協助化院後 確認為陰性 第二部分 敦募支隊訪駁期間 本次支隊的三艘軍艦 於本年3月12日 抵博流馬拉卡港後 全程配合博國防疫措施 包含量測 俄溫 填寫健康檢查表 為配合防疫 在博敦訪活動的安排 均以精簡為原則 原定的室內活動 多以取消或調整為戶外行程 各項活動 現場均設有醫療檢疫站 要求進出人員 測量俄溫並以酒精消毒 為考量國際禮儀 避免造成博國民眾困惑與恐慌 在符合防疫要求前提下 即博國無確診案例 室外空氣流通 消毒及俄溫 測量均無餘 部分正式場合 並未強制要求全體官兵 需佩戴口罩 包含歡迎儀式 拜會博國總統海軍 樂儀隊 古號樂隊 及舉全隊表演 台博累球友誼賽等 第三部分 本部因應措施 一 與博方更緊密合作 醫療合作乃 台博之間的重點 雙方在醫療轉診 醫事人員交流等面向的 醫衛合作甚為緊密 針對此次的疫情 我國提供了口罩 病毒檢測設備 及套件等防疫物資 新光醫院也派了專家 附博流協助安裝 檢驗儀器 並訓練 當地人員操作 相關設備 大幅提升了 博國的防疫能力 博方 並已於近期內 開始對該國高風險的 第一線工作人員 包括醫護 機場 移民官員等 實施採檢 博國政要均表感謝 我國駐博樂大使館 針對疫情的相關情勢及 本案的後續發展 將持續與博方 保持密切的溝通 並分享資訊 本部已將配合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 提供本案所需資訊 二 追蹤我駐博人員健康狀況 本部於全球疫情擴大前 已於三月初 曾電令駐外所有管處 相應調整駐管工作規劃 提前部署 並要求補強既有的緊急應變計劃 包含駐管同仁健康追蹤 適時採取分組分流辦公 以維持我國駐外工作的推動 並請館長依據現地行行 衡量是否啟動相關應變機制 目前我駐博 博流大使館人員 已經採取自主健康管理 及佩戴口罩的措施 我國駐博流大使館 技術團圓卷及雇員等 曾協助接待支隊的人員 已於昨日4月21日 共24人次配合 博方安排 於博流國家醫院進行病毒檢測 博方已規劃在每日 檢疫能量範圍內 依據其認定的高風險人群 持續進行採檢 第四部分 請國防部準備視訊報告 現在聯絡的是哪一位來做視訊報告 請熬參謀長 趙偉好 趙偉跟各位委員報告 剛剛在9點57分的時候 我聯絡了支隊長 但是他沒有表達 明顯表達 他要不要接電話或接受視訊 但是我們昨天聯絡的時候 他是說他不接受視訊 報告完畢 你說昨天聯絡是願意 今天不願意 不是 昨天 我們有照正常的規定聯絡 他說他沒有醫院接受視訊 那電話他在 他也沒有表達說 他願不願意接這個電話 沒有表達願不願意 9點57 你剛剛沒有打電話抓 9點57剛剛我在外面打的電話 那還有其他的人呢 像昨天聯絡結果 都不願意接受 這個電話跟視訊的詢問 就是服從國防部的命令 報名不是 我們真正當事人決定 那接下來 我們就請回 我相信我們的國軍 都是非常服從我們長官的命令的 那今天也很遺憾 給他們機會說明真相 保障他們的權益 他們措施的機會 未來國防部怎麼定調 那就是他們自求多福了 我們現在開始做尋答 旁邊 希望 感谢您的观看